我为了救柳如烟 手指被砸断两根 四年不能弹琴 他说要为我赢回最大的奖杯 可现在 他放弃练习半年的 第三钢琴协奏曲 主动为小星星都弹不熟的学弟做配 我心灰意冷 主动退出 柳如烟却红着眼跪在雨里 声音沙哑地求我原谅 我站在台上 和他隔了连十米都不到 他光明正大的 牵着别的男人 用异曲至爱丽丝 斩断了我对他的所有念想 哪有人能用这么简单的曲子获奖 我原本有机会拿下那座奖杯 可在四年前 我为柳如烟挡下横架 钢筋扎穿我的左手掌 断了两根趾骨的时候 这个机会就整整搁置了四年 如果我不推开他 那根横架会直接砸断他的脖梗 我手掌鲜血淋漓 只见的鞋止不住地滴在地上 他哭着手在病房外 说他会一辈子成为我的左手 可第四年 他的左手 当着我的面 牵起了别的男人 柳如烟穿着昂贵的白色衬衫 腰间的布料绣着一株竹 从腰间贯穿胸前 清冷又佛系 那株竹是我亲手绣上去的 以为君子傲骨当如竹 当伊藤成将他压在身下 纵容他将那株竹子撕碎的时候 我的心意顿时显得可笑至极 柳如烟身形奇长 面容清冷 却又长着勾人的眼睛 长得很讨男人喜欢 墨色的碎发遮住眉眼 那双原本垂着丧气又颓懒的眼 现在桀骜又冷淡地扫过台下 我挑着眉 等他看我 只是到我这个方向的时候 他顿住没想到会看到我 匆匆收回了视线 落在我眼里 他躲得狼狈又难看 下场应该从另一侧 伊藤成不顾李仪小姐的引导 静止往我这个方向来 急匆匆地生怕来不及 炫耀自己好看的礼服 柳如烟跟在他后边 含了那么几分下意识的纵容 伊藤成站在我面前 手不自主地扯了扯礼服 一股和柳如烟身上如出一折的枝子花 熏得我恶心 离得多近 在一起得多久 才能让味道都尽头 我站得挺直 在伊藤成过来的时候 主动错开身 小心让自己的西装不被他碰到 这件西装很贵 是定制的 墨色的西装暗袖着雀雨 最长的那一根羽毛 用金丝镶嵌着 从我胸前到腰边 我不喜欢传统的西式西装 死板无趣 我挑眉看他 事先落在他们镶嵌的手上 择了一声 柳如烟瞬间松开伊藤成的手 伊藤成难掩失望 随后强称起笑 脸色苍白透明 我受邀参加C大讲座的时候 见过他 一面之缘 活动期间去厕所 被他弹掉的烟头差点烫到 他没道歉 反骂我不长眼 还撞见过他七零同学 将人堵在厕所里扇巴掌 我叫了保安 他才不依不饶地放过那个人 他现在顾忌着柳如烟在旁边 忍气吞声维持小奶狗的形象 十分割裂 他轻尼地拉上我的左手 似乎刚才的嫌隙 只是错觉 柳如烟将我的手从他手里抽出来 冷烟 别动他左手 原来他记得我左手有伤啊 所以 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 和别的男人四手连弹 我面无表情地 将手从他手里挣出来 他不敢用力拦我 顺利松手 我用湿巾仔仔细细地 擦了他刚才卧的地方 柳如烟眼底蒙上一层冷意 一腾成急忙道歉 抱歉 纪哥 我忘了你有伤 纪伯达哥 如果你的手没问题 合奏的肯定是你们 烟姐真的是个很好的搭档 我没看他 只是盯着台上的动静 淡淡反驳道 他才不是 台上那个穿着黑色礼服的少女 低着头 全场灯光变暗 一束光打在他身上 泛出柔和的光韵 一腾成下意识看柳如烟的表情 看他没变脸 才敢接着往下说 是我技术不到家 不然烟姐一定能把奖杯拿回来 我食指伸直放在嘴边 示意他闭嘴 从我的角度 只能看到台上少女鼻梁高挺 和轻瘦的下额线 脊背挺直 热烈又肆意 修长的手指飞快地落在黑白情剑上 敲出流畅有力的音符 激昂爆裂 将那种顽强不息的生命力揉碎进乐曲里 强大到让人共轻易不开视线 林又威在 你们没机会的 他们顺着我的视线看去 林又威恰好谈完最后一个音节 林又威转身羡慕的时候 墨黑礼服上那金线 绣着栩栩如生的雀羽 完整展露在人们面前 我看清之后 忍不住惊讶 这么大的场合 林又威还是一如既往的直白 不收敛 柳如烟垂着眸站在我边上 盯着我身上相似的雀羽 脸色难看到了极致 傻子都能看出林又威对我的心意 柳如烟看着那件相似的衣衫 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那只纤细柔软的手掌 攥着一腾成的手腕 拽得他一个裂前 说够了吗 还不走 如果他身边没有一腾成 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斥责我 要我收敛点 别沾花惹草 因为一腾成 他没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张嘴指责我 即使他自认为他瞒得很好 一腾成恨恨地甩了我一个眼刀 跟了上去 柳如烟折回身 对我解释 纪博答 我们只是为了表演效果 他把和一腾成不可言说的暧昧 归于对我的试探 我和他四手连弹 在对方眼里看过对彼此的欣赏 我们依偎着等海边的日出 我们见过海底世界贴面游来的庞然大鱼 在日落里落下一个青色的吻 一针一线地秀他的演出符 在他陪我做进亲密之事的时候 他和一腾成 有大段在凌晨的聊天记录 会贴心地为他准备昂贵的生日礼物 他甚至在工作室 将他压在桌上的时候 怕他着凉 用那件衬衫 为他隔开寒意 那段无意中翻出来的监控 骤然把我的美梦打碎了 露出尖锐丑陋的事实 他从最开始提起 一腾成的厌烦嫌弃 到最后 下意识避着我给他发消息 只用了三个月 他声音越来越低 说到最后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扯 我抬眼看他 轻轻说 柳如烟 我的奖杯呢 柳如烟将在原地 脸色苍白 想要解释 也只是张了张嘴 没说半个字 一腾成是他的爱丽丝 那我呢 我算什么 林又威被人围在中间 众心捧月 他漆黑狭长的眼尾微锤 折射着舞台上璀璨的光 穿过人群望着我 原本冷淡平和的毛子 运了七八分笑意出来 我被他看得心虚 所有人合照的时候 林又威和柳如烟站在了一起 一腾成没往前凑 站在我边上 他笑意盈盈地 轻声说话 落在别人眼里 以为我们关系清静 只有我听见他说了什么 他说 你一个残废 怎么配得上柳如烟 我轻笑了一声 你问问柳如烟 他敢嫌弃我残废吗 我转身往舞台上的钢琴走去 坐在钢琴凳上 将西装皱起的布料舒展 左手垂在身侧 右手俯上琴剑 乐声流畅 听着相似的音调 众人窃窃私语 我单手弹奏了 刚才柳如烟 和一腾成 两人演奏的曲子 至爱丽丝 只是在弹奏中 差点忍不住 将左手放上去 一曲弊 我抬眼看一腾成 做口型 你连一个残废都不如 一腾成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恶狠狠地盯着我 想把我拆骨入腹 一腾成想用这次比赛 和柳如烟的四手连弹 取一个好名次 然后出国找学校 良好的舆论 也是其中一部分 可风头让我抢了个金光 他怎么能不恨 林又微拨开人群 将那个奖杯 放在我和他之间 坐在我身边 即便如此 我还是能闻见 他身上的冷冽松枝 浸透了的哑香 我侧头看他 林又微的手掌 轻攥着我的手 放在起始位置 几乎是那一瞬间 我就明白 他想干什么了 第三钢琴协奏曲 林又微低下头 柔声问 纪伯达 准备好了吗 我手指落在琴剑上 敲出声响 林又微 指尖灵动飞舞 演绎复杂的肢体 最艰涩的地域技巧 林又微应对的游刃有余 硬生生 将我显出声色 我不肯认输 全神贯注进去追赶 手指和林又微不断交叠 众人惊叹静默 视线注视着舞台中央 四个强悍地进行曲般的音符 热烈共鸣中 结束全曲 结束后 台下爆发出一阵阵雷鸣的掌声 柳如烟唇脚下压 努力压抑翻涌的怒气 面色阴沉的 都要滴出水了 他知道 往我拿捅刀子最疼 我也知道 单手的至爱丽丝也只是小儿科 林又微游刃有余 和我的天衣无缝 配合出的第三协奏曲 才把柳如烟自尊心击垮的力气 毕竟柳如烟练了半年 也做不到完美的演绎 他们说难刘北林 可柳如烟自己知道 他跟林又微差得多 我站在他身边低声道谢 林又微看着柳如烟 快把牙咬碎的模样 心情大好 要伸手牵我的手 我往后退了两步 拙劣转移话题 你衬衫哪买的 一问出口 我就后悔了 林又微不慎在意地收回手 我认识 给你做西装的师傅 我求的他 我买的是孤品 也不知道他求了多久 才肯让那个老古董出手 林又微视线落在我的左手上 下次比赛 可以见到你了吧 我诧异 这个家伙 这个都能看出来 连柳如烟都不知道 我打算比赛结束后告诉他 可他选了伊藤城 没选我的奖杯 那个奖杯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没有下次了 我看着林又微 出言挑衅 林又微 下次奖杯 可就不一定能提前写上你的名字了 他慢条思理地 拿起钢琴凳上的奖杯 转身给我留了一句 看你本事 林又微的工作室 发了比赛的照片 角度很刁钻 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很精心地把我框在里边 他眉眼清俊 举着奖杯坐在舞台边 唇边是淡淡地笑 柔和清澈 身后 是我坐在钢琴凳上 静得仿佛就在他身边 配吻我的荣耀 我和林又微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他住在我家对面 他父母离婚 闹分家 最后甚至动了手去了公安局 他在门外蹲了两个小时 没人问一句 夕阳拖着尾巴照下来 他藏在阴影里 像极了梅家的小狗 可他明明是最优秀的小孩 他数学成绩满分 也不会骂人 笑起来很好看 我从我妈怀里冲出来 挡在林又微面前 替他辩驳 不是这样的 我那时候在想什么笨蛋 才会在被骂的时候 一声不吭 而且 我妈要是有林又微这样的孩子 做梦都要笑醒了 怎么忍心骂他 林又微错愕地抬头看我 那双漆黑的眉眼深的不见底 我蹲下身 悄悄向他伸出手 林又微 跟我回家吧 给我妈妈当小孩吧 他很好的 他不骂人 那时候的我 踩到他肩膀 林又微仰头看我 唇角沾染了一点点笑意 毫不犹豫地抬起手 勾住我的手指 好 后来我才知道 林又微从那一刻起 就想和我有个家 想了很久很久 柳如烟在家门口等我 路灯昏暗 暖黄的光打下来 荒诞又魔幻 地上烟头一片 他身上的烟味 浓重的我反胃 让我不经意间 想起了和他腻在一起的伊藤城 这么重的烟味 都没盖住他身上 枝子花的味道 真恶心 从这一刻起 我清晰地感知到 我再后悔 后悔就柳如烟 柳如烟压下眼里的不耐 他低下了高贵的头 请我原谅 我举起我的左手 柳如烟 我的左手好了 他平静的眼底 闪过一丝慌乱 随即被压下去 他很久没有过 这样的表情了 这几年 他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早就忘了失去的滋味 他收紧下额 压着心口的慌乱问我 什么时候的事 我觉得可笑 你上台前 我就想告诉你的 可那时候你 心里想的是 怎么才能让一腾成 获得更高的名词 你连看都没看我 是你 你亲自舍弃了我们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分手吧 柳如烟 柳如烟 眉眼间一片冰凉 不冷不热的嘲讽 纪伯达 你提分手 就没机会反悔了 你以为林又薇 对你是真心的 他不过是看上了你 姥姥的那点人脉 我被他恶心地浑身颤抖 死死攥住拳 才忍住不打在他的脸上 我紧紧咬住下唇 扯出难看的笑 谁会要一个残废 柳如烟 微微正愣了一下 什么 我喉咙发紧 你想说 他只是 看上了你家的人脉 要不谁会要 一个残废 我红着眼质问 你呢 柳如烟 你也是看上了我这点吗 柳如烟被我问得 说不出话 他不爱我 还怀疑别人的爱 他拿我信任时 递给他的刀 把我捅得血肉模糊 幸亏我年少的冲动 还有反悔的机会 我看着他身上 绣着青竹的衬衫 伸手 把衬衫还我 柳如烟冷着脸 脱下衬衫 扔在我脸上 我撕拉一声 将那件丝制的衬衫撕开 青线白丝落在地上 沾了泥水 他瞳孔猛地一沉 气急败坏 你以为林幼微多干净 我冷笑一声 直直地看他 最起码 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你我的感情 你凭什么觉得 所有人都和你一样恶心 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纪伯达 我随你愿 天空细细地雨丝飘着 凄惨悲凉 我蹲在地上 红着眼眶 死死咬着下唇 才没让自己没出息地哭出来 一只微凉的手 覆盖在我眼上 林幼微的声音温和响起 纪伯达 回家了 纪伯达 我来带你回家了 我眼泪瞬间绝地 如同找到归属的小兽 无助地倚靠着他乌液 林幼微把我搂进怀里 骨节分明的手掌 揉了揉我乌黑的发顶 林幼微家很小 装修得很温暖 两间卧室 像是能隔绝一切风雨 让人安心的模样 他推我进去洗热水澡 阴晕的热水砸在地板上 掀起白茫茫的热雾 我光脚踩在地板 柔软毛茸茸的地毯上 我眯眼看着明亮的吊灯 林幼微伸手切了偏暗的光 这样呢 还晃眼吗 我闭上眼 摇摇头 一切也没有那么糟糕 林幼微的心意 永远恰到好处 都不到能说拒绝的地步 林幼微给我留了一盏小灯 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 可他只是踢噎了噎背脚 就静悄悄地离开 一强之隔 他坐在钢琴前 调音 没有特别缓慢的节拍 没有避免激烈乐曲涌现的限制 音乐自由流淌着 是哥德堡变奏曲 他怕我失眠 怕我难受 怕我走不出来 林幼微在我的记忆里 永远是那个温和寡言的少女 她是我姥姥最得意的门生 也是我整个青春 都在仰望的顶尖存在 姥姥提起她 总忍不住说捡到宝贝了 能让教了一辈子钢琴的老太太 夸成这样 真的很不容易 十几岁的少年 心底里就没有不如人这个概念 那时候心气傲 总要堵着气和她叫一叫高低 我定性差 心急 总错音 她又一板一眼的厉害 纪波达 你错音了 纪波达 你弹错了 纪波达 纪波达 她一遍一遍的耐心纠正 林幼微不是个好玩伴 但是个好老师 我陷在柔软的被子里 沉沉睡去 早上起床的时候 被一团软乎乎的东西 踩在脸上 小奶猫贴在我脸上 圆软水亮的眼睛歪着头 好奇地盯着我 我把小猫拎进怀里 推门出去 林幼微躺在狭窄的沙发上 她身材奇长 醋眉明显睡得不安稳 我捡起她翻身 落在地板上的背脚 林幼微怎么不回屋睡 她嗡了一声 慢慢坐起来 胸前领口宽大 肌肤若隐若现 那双眼长截半垂 眼神带着倦意 我一眼看到了浑渊的肌肤 脸一红 急忙别过视线 林幼微揉了揉眼 弯着眼看我 我家就一间卧室 她下意识地把小奶猫 从我怀里拎出来 她也去烦你了 小奶猫闻言 不满地仰着头喵喵叫 林幼微用手里了李头发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 从冰箱里拿了两瓶书化奶 放进微波炉 平常都是我睡内屋 家子饿的时候 就会聚餐我 把我叫醒 昨天晚上忘了跟你说 没吓到吧 我摇摇头 小猫像我卖乖地翻着肚皮 躺在沙发上 没有 小家伙很可爱 她把温好的奶 给小猫倒在碟子里 顺手将另一瓶抿开盖递给我 先喝点奶 等会吃饭 我抿了一口 抬眼看她 你昨天晚上怎么会出现的 她背对着我 手握着刀切蔬菜钉 听见后 动作顿了一下 想着你没签约 挖你来我们工作室 配合一下热搜 林又威 你说谎的技巧 我叹了口气 一点掌镜都没有 她扭头对着我笑 唇红齿白的模样 让人心动 她说 总会有的 我和林又威一起 弹琴的视频爆火 我穿着中式西装的 轻瘦伶叮背影 和林又威 禁欲冷淡的姿势 一夜出圈 全网都在刷 西装帅哥和天才少女 手指间的交叠和触碰 每一个动作都被放大 他们说 那晚连灯光都说不上清白 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拧开门吧 柳如烟那张憔悴的脸 出现在我眼前 我下意识地关门 她手挡住门锁 声音色然地喊我名字 纪博打 她说 她发现我不在之后 真的别扭 没人为她准备喂药 没人把她扔进洗衣机 滚成一团的衬衫运斩 没人替她做早饭 静悄悄地 没有边界的孤独 就连起床的时候 身边都是凉的 她不喜欢这种日子 可当她看清我身上 不合身的睡袍之后 柳如烟神情 从恳求的哀伤 变成了极端的愤怒 她从门缝里挤过来 面目猙獰 里面充满了不甘和背叛 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可怕的脸 比我妈在我弹错音之后 让我留下阴影的那眼冷腻 都要可怕 纪博打 我们还没分手 你怎么能跟她睡 纪博打 她像猙獰的兽 要扑过来 咬断我的喉咙 我浑身冷汗 跌坐在地上 林又微听见动静 快步从厨房走出来 将我扶起来 站在我前面 把我挡得严严实实 她面色冷凝 语气强硬 柳如烟 你今天只要进这个门 我就会报警 私闯民宅的事传出去 你苦心经营的名声 毁得什么都不剩了 柳如烟的脚 骤然停在了门口 离门槛只差了分毫 她和一腾成乱狗 却要让我守身如玉 多可笑啊 我站在林又微前面 直直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 是你昨天亲手 把我赶出来的 你忘了吗 你说如我的愿 我不可能回头了 让一腾成 替你去运堂那该死的衬衫 被当成保姆一样 使欢吧 老子他不回去 林又微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神情微微松动 不可言地紧张 顿时烟消云散 他在害怕 他怕我跟柳如烟走 他怕我重蹈覆辙 林又微 你可以回头看 但是不能往回走 可我想告诉林又微 不会了 人总要成长 我在林又微工作室旁边 租了一个房子 他工作室是他自己在管 比赛也都是自己接的 那些照片什么的 都是他哥友情输出的 有空了就给他站台 没空就直接不来 他把合同推到我面前 我摸着他摆在最显眼处的奖杯 我不要报酬 我要轻时赛的冠军 你左手不能长时间训练 朴子写好背熟了再说 我蛮纯笑 林老师 你和小时候一样严格 他微微挑眉 不可置否 他和我合作了第二首曲子 四手连弹 天空之城 伊藤城做得没错 良好的人气 的确也是比赛评判的一部分 网友不需要高难度的曲子 和复杂的技巧 他们听不懂也看不懂 远没有这样来的讨巧 在我这边渐入佳境的时候 柳如烟被网爆了 石锤 闹得很难看 他成名的视频 被人说是贸认 真正弹奏的是纪博达 也就是跟在柳如烟身边的我 我不知道 网友是怎么发现的 听到消息的时候 我刚领了一个小比赛的奖 第三钢琴协奏曲 那是我的成名曲 柳如烟坐在台下 我看着他不甘背叛的神情 觉得可笑 他上不去的顶峰 再很早就写了我的名字 阴差阳错 我现在才登上 我握着话筒 浅浅微笑 我是纪博达 林又威结了那个比赛的图片 放在自己微博首页 柳如烟盗用我视频的事情 被翻出来 闹得满城风雨 他气急了 将那个我的奖背砸在地上 你说过会瞒着别人的 我夺过来 尖锐的棱角 划伤他的脸 你也说过 永远爱我 我附在他耳边 柳如烟 我总得成全自己吧 其实你演奏了 也得不到奖 你尽全力 还是会错音 柳如烟 他们都夸你天才 其实你什么样 你自己知道 他成名的那首曲子 是我没断手之前弹的 可断手之后 只能让柳如烟顶替我 每次他们夸他天才 他惶恐茫然 不安 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是我 我肯定出一口恶气 可这次真的不是我 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 这件事也牵连到了一腾城 他被挖出来 在我跟柳如烟没分手的时候 介入我们的感情 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 网络 让人一点隐私都没有 甚至还有几个柳如烟的脑残粉 质疑我先出轨 临又威 柳如烟心痛 才找到别人 一腾城来咖啡店找我的时候 没有当初那种张扬跋扈 带着卑微和小心翼翼 我经常来这家咖啡店 因为他们家有钢琴 我可以单手独奏 过过瘾 替他家吸引一下顾客 一腾城含着哭腔攀我的手 吉哥 你能不能帮我澄清 我还年轻 我不能就这么被毁了 他现在一口一个吉哥 可那天当着所有人 骂我残废的也是他 我醋眉 一根根地掰开他的手指 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我总不能说谎吧 他眼泪速速地往下落 鼻尖哭得泛红 我和柳如烟 什么都没有 我不能背这么大的黑锅 我觉得好笑 什么都没有 他是怎么说得出来的 一腾城 自己做错了事 要承担后果 在我拒绝后 一腾城气急败坏地抬手擦干眼泪 那柳如烟呢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了吗 你不是最爱他了吗 怪不得柳如烟会挑一腾城 两个人那种自私自利 逼他人为他们奉献的模样 简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做错的事 他自然也要承担后果 一腾城死死地盯住我 企图在我脸上 找出一点点不舍的痕迹 我低下眼 搅了搅面前的咖啡 一腾城 那件衬衫舒服吗 他顿时知道我在说什么 面上的血色瞬间褪色退了个干净 颤着声问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扯起笑 淡淡道 很早 他半天才恢复镇静 你没证据 我继续微笑 不说话 你怎么知道 我没证据 工作室的监控 连着我的手机 那段视频 我来来回回地看了无数遍 柳如烟从茂盛的树后走出来 红着眼看我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觉 似乎过去了很久 心脏像是在一夜间 长出了厚厚的防护 他那样痛苦的眼神 都伤不了我分毫 他张嘴声音沙哑地可怕 纪博答 对不起 是他主动勾引我的 我没忍住 我看他现在还在演戏 觉得好笑 我轻飘飘接了一句 原谅你了 他捂住头 哀求地摇头 不 你没原谅我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折叠刀 我惊恐慌乱地 往后退了两步 刀刃对着他自己的手腕 狠狠割了下去 鲜血涌出一股一股地 留在地板上 这是我欠你的 我被他吓傻了 破口大骂 柳如烟 你他妈有病啊 他脸色苍白 脚下是连呈现的血痕 纪博答 你救过我的命 我现在还回来 你回来好不好 纪博答 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我往后退了两步 大声喊来了服务员 给他打个120 别一会真把自己作死了 服务员也被这场面吓得不轻 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至于我 恨不得马上离开 柳如烟为爱割腕 柳如烟男友 纪博答出轨林又威在先 纪博答林又威视频 一腾成无辜 纪博答滚出钢琴圈 纪博答残废 纪博答贱人 热榜前几 都是我们 或者说 都是我 那几条评论 被放大了无数倍 我指尖刷到的时候 忍不住色缩了一下 那种铺天盖地的恶意 来得太突然了 幸好 我不是只能让人无嘴的哑巴 他们找到了我的微博微信 恶毒的词语充斥着我的私信 微信里有无数的好友申请 屁我的遗诏 还有我举着奖杯自我介绍的照片 也被他们扼搞成了 脚踏两只船桨 我一张一张的截图 每一个我都不会放过 林又威打电话过来 满脸焦急慌张 她让我别上网 乖乖在家等她 我笑着安慰她 哪有那么严重 我没事 林又威在外地有比赛 赶回来需要时间 柳如烟为爱歌外那个标题 格外的大和刺眼 她的工作是 下场推波助澜 柳如烟躺在地上满手血 而我冷漠转身的照片 被放在了首页 那个咖啡店的小哥 主动把监控视频发给了我 卡卡 虽然不知道 这样能不能帮到你 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里面有我和柳如烟的对话 头像是顶着向日葵的小男孩 我 谢谢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再去喝咖啡 卡卡 等你 一腾成也趁乱下场 晒出了绿湿函 给自己洗白 说之前那些都是造谣 她是素人 没能力反驳 话里话外 都在说我打压她 气氛剑拔弩张 既然火烧起来了 我不介意再添一把柴火 我没空喷口水 把那段视频的关键部位和动作 打了不太明显的马赛克 柳如烟和一腾成的脸 也打了马赛克 然后发了出来 视频左下脚有时间 那天林又威在国外表演 有表演名单 我在C大参加报告 公众号发的新闻稿上有我 我俩扒杆子打不到一起 我又不是专业的 因为技术不到位 难免有些东西录在外边 行吧 算我故意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那件竹子的衬衫 和一腾成脚腕上的 Jai纹身 竹子衬衫我绣好的时候 她还发了微博 说感谢男朋友的付出 我转载了她的微博 那些粉丝还说刻到了 被柳如烟的爱情填晕了 现在还觉得甜吗 短短两个小时 转载量过亿 掀起了全民吃瓜的热潮 那些热搜是柳如烟的工作室买的 他们想借机捶死我 替柳如烟洗白 贝德出轨面前 冒名顶替是小事 说不定他割腕 都是配合工作室的一场戏 林又威在这场战争里 显得格外无辜 有人匿名 寄给了我一封邮件 里面说 一腾成找了几个柳如烟的脑残粉 想废了我的手 他说 他也是柳如烟的粉丝 看着柳如烟从那么艰难的情况下 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不知道 为什么他就成现在这样了 他不想看那群孩子 真的犯罪 我看得胆战心惊 是在柳如烟的粉丝群里 安安 纪博达贱人 白开水不加糖 都是他把姐姐害成这样的 春风一度周 咱们废了他的手 看他还怎么得意 那个头像是一腾成的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后面的聊天记录 我不想看了 那些粉丝年纪很小 在一腾成的教唆下 为了柳如烟 连违法都敢 总有那些正义和良知 没有泯灭的人 地点 是我经常去的 也是我建他的咖啡店 他们连这个都知道 柳如烟知道 却没阻止 我按他们计划好的出现在那里 来之前 我告诉了林又威 但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小路漆黑 人影叠动 一腾成点了支烟 吐出白雾 扭头冲我诡异一笑 我装得面色惊恐 惊慌的扭头往后退 林又威还是出现 坚定地挡在我面前 他们见林又威出现 犹豫的对视 一腾成恶狠狠地僵烟碾面 继续鼓动他们 他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有五个 只要把他手砸断 咱们就算是替姐姐报仇了 一个年纪很小的男人 拎着铁棍 向我扑过来 既不打你个贱人 明明是你出轨在先 还把姐姐害成这样 林又威拉着我的手 往大路狂奔 每一句话 我的手机都录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警车出现 将那群人一个不漏地抓了起来 我在警局做笔录的时候 见到了柳如烟 他手腕上 绑着厚厚的白纱布 柳如烟那一刀 没掌握好力度 神经系统受损 功能性障碍 以后和钢琴无缘了 他工作室 被查出来阴阳合同 偷税漏税 柳如烟已经签了的合同 只能赔为约金 还有那些代言的广告 赔到最后 什么都不剩了 他看到我之后 下意识地看我的左手 没了左手 你才能心甘情愿跟我在一起 我看着他觉得可悲 你接受不了 别人比你优秀 所以才想把我毁掉 我淡淡地戳穿真相 是你给他出的主意 他脸色惨白 摇摇欲坠 自言自语 你什么都没有 就会像之前一样 爱我 柳如烟 你可真可怕 义腾成和那群人被抓 寻衅滋事 破坏社会秩序 义腾成的情节 尤为恶劣 被判了五年 柳如烟奶奶找我 哭着想让原谅柳如烟 那个和煦的老人 哭得双眼通红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他笑着摸我的手 说 柳达做我孙女婿 是多大的福气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把放起来的好吃的 悄悄塞给我 说我都没让柳如烟那小子见 都留给你的 他现在这样 看我的心里难受 我把他扶起来 奶奶 柳如烟先对不起我的 柳达 柳如烟那孩子喜欢你 才做了错事 你能不能原谅他 我把录音放给他听 轻轻摇了摇头 奶奶 我不能 里面是柳如烟 如何引导一腾城 如何让他挑唆 那些狂热的粉丝 说得清清楚楚 老人颤抖了一下 闭口不提刚才的事 那孩子混蛋 是我没教好他 他看着我的手 笑容苦涩 我答 你手受过伤 别练太长时间的琴 奶奶就回去了 我点点头 您保重 老人背影沟楼 一步一步蹒跚着远去 我若不提这件事 他只当 是我心肠硬 可柳如烟很早就不是那个端方手里的少女了 我没理由替他瞒着 一切的一切都告了一个段落 恭喜我吧 打了场胜仗 我灌了一口啤酒 带着泡沫在嘴里发酵 林又微笑着让我喝慢点 然后拿啤酒后碰了碰 不知道最后喝了多少 我们两个都喝多了 林又微笑的自嘲 纪伯达 你从来没看过我一眼 我笑眯眯地打了个酒鸽 我外婆的得意门声 我哪敢看你 什么得意门声 你外婆说 我不适合弹琴 我拎着啤酒 和她碰了碰 她年纪大 看走眼了 林又微眼神落寞 压黑的长节微锤 眼底泛着雾蒙蒙的水汽 因为醉意 眼尾带着点委屈的红 她嗓音沙哑 纪伯达 我追了你一路 你回头看看我 一眼就够 从她的话里 我窥见了她青春最盛大的暗恋 听得我心头一颤 那段时间她父母离婚 天天吵架 她没处去 那段日子的天格外的黑 林又微就站在楼梯间的窗户前 看我弹琴 看着那个还没钢琴高的小男孩 红卓眼在琴前一坐就是一天 靠着我的琴声 她才走出来 后来她父亲再娶 林又微松口的唯一条件是 送她去技家学钢琴 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挤背僵职 林又微带着酒气的温热呼吸 熏得我也迷迷糊糊 林又微 是我整个青春听到最多的名字 那个爹撞着不肯认输的女孩 如今比我更加耀眼 她三番两次给我解围 她的存在就已经够让人心动的了 她摊开的日记本 是她举着奖杯自拍 我坐在钢琴椅上 静得仿佛就在她身边 她靠在我肩头 梦里我挺直被坐在钢琴凳上 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像是回到了17岁之前 那段岔路口前 我仿佛还攥着选择的机会 而林又微透过窗户含着笑看我 我上台的时候 林又微在特邀席下边坐着 目光柔和 这是我四年来的首舞台 选的谱 是改编的 The Swamp 我闭上眼 指尖轻弹钢琴 似乎水晶似剔透的天鹅 落在八音河上 优雅圣洁 高贵的天鹅拼挺鸟挪 水面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我身上的白衬衫 是由一根根柔软飘逸 却庞大的白鱼组成 里面有一层轻薄的薄纱 我低着头 冷白的薄梗 纤细流畅像极了 The Swamp里的天鹅 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忍不住惊艳 林又微 你不当设计师 是真的可惜 林又微搂住我的腰 温热滚烫的气息 埋在我的胸口 她说 设计师爱她的每一个谬思 我只要你 最后的时刻 天鹅从水面行远 留下一行水痕 我站起来鞠躬致谢的时候 台下方才惊醒 掌声如雷 我笑着下台 走向满眼都是 我的林又微 我们食指紧紧相扣 这次换我 望向你 晚安